巨大的火球炸开爆出漫天烟尘 碎片不断洒落 乌克兰东部敦内茨克地区前线附近一座水坝 遭到俄罗斯空袭 造成三人死亡 敦内茨克州州长表示下游河水水位 已经上涨1.2公尺 担心将要淹大水威胁附近居民生命安全 俄罗斯持续加大攻势 俄军与北韩部队总共5万人 大阵仗前往库斯克想夺回领土 乌军则利用无人机 从空中掌握行动瞄准射击 俄军坦克遭到炸毁 士兵从车里狼狈爬出 同时间乌克兰还面临重大危机 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多次表示 可能停止提供军援 川普长子小川普贴出了 皱着眉头的泽伦斯基照片 讽刺他的零用前只剩38天能用 并附上倒数日期 截止日12月17日 即使选举人团正式投票 选出美国总统的日子 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则与俄罗斯总统普丁签署法案 正式批准两国的共同防御条约 一方有难 另一方必须提供军事援助 如此依赖北韩出兵援助 将变得名正言顺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赵伊古 则与大陆外长王毅见面 赞扬两国关系 超越冷战时的结盟状态 拉帮结派对抗西方政权 第二章节安装报道